好,同學,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部幕裡面最複雜的地方 就是關於這個肝膽胃腸的部分 我們來介紹一下肝膽胃腸 胃腸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一下這幾個器官的 相對的位置 那你同學要練習話一次 首先我們先從我們的右上方開始 右上方是什麼器官呢? 右上方 右上方 右上方在這邊 不對 但不想說是腹腔 肝對不對 肝 所以呢 第一個 肝是我們人體內部最大的器官 叫做肝 它有兩片這樣子 看起來外觀看起來有兩片 不是肺嗎? 好,這是肝 對,我現在講的是腹腔的部分 好,這是肝 那肝呢 它跟誰是兄弟呢? 肝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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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這管子其實打在後面 讓我們畫一下 好,肝呢 它會有條管子呢 連到哪裡? 連到旁邊一個小袋子 它叫什麼呢? 叫做膽囊 這邊這個小袋子 所以呢 這個是 綠色的話叫做膽囊 破掉就麻煩大了 不會生病 好,膽囊 好,那麼呢 請問它還有跟誰相連你知道嗎? 它還有一個器官叫做膽囊 膽囊 膽囊大概是在你的中間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把幾個器官畫開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們的相對位置 好,膽囊是一個長條形的 好,它大概長這樣子 這個是膽囊 我寫個隱密就好了 膽囊 好,那麼呢 膽囊也有條管子 好,那它跟誰連在一起呢? 它跟我們的這個膽呢 會連在一起 好,最後這個管子送到哪裡去你知道嗎? 小腸 小腸 好,那小腸的一開始是什麼呢? 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 左上方是什麼器官 胃 胃,對不對 它是一個小袋子 對,它是一個袋子 這不是右上方嗎? 胃在左上方 胃在左上方 肝在右上方 對,那同學說 這孕育是你的什麼邊? 左邊 這左邊還右邊 對 你要從病人的角度來看知道嗎? 這個地方是我的右手 所以這裡其實是什麼? 右邊 這邊其實是右邊 然後這邊是什麼邊? 左邊 剛好相反對不對? 跟你自己是相反 可以嗎? 因為醫生看病人是 面對面看得到嗎? 所以左右會相反 大家同時嗎? 好,所以這個圖你看 這個肝在哪邊? 這個人在哪邊? 左邊 右手 右手 好,所以 這邊是右邊 好,注意一下 這邊是左邊 好,那是胰臟 那我們知道這是胃 胃,這是胃 那胃接下來的管子 就是連到什麼呢? 小紙巾 那這邊有個開口 叫做妞門 這邊有個細節叫妞門感具 如果你 你 罹患這種疾病 你就會感到 就會感到胃會癌 所以這個管子 它會這樣 它有點複雜 這邊我就稍微畫一下 它是這樣繞過來 那這邊 因為它是在後面 我就用曲線表示 那可以嗎? 所以它是管子這樣繞過來 那這邊呢 這個 胰臟呢 還有膽囊的開口 會得到 胃 小腸這個地方 那這個彎 彎曲的這條 小腸很重要 叫什麼小腸呢? 叫十二指腸 因為它的寬度是十二指頭 所以叫十二指腸 它是小腸的一部分 有些小腸 那這邊特別注明 叫十二指腸 好 所以呢 這是整個 整個 這個地方的器官的分布 好 再說明一下 肝呢 它有管子先連到膽囊 膽囊呢 跟這個 皮上的管子會怎麼樣 香 香臉 所以又通到哪裡去? 胃 通到 不是胃喔 小腸 對通到小腸去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以這個模型來看呢 看一下 這邊就是 肝 那 左手邊這是什麼? 胃 這個我先把它拿起來 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好 好 這是因為 這個肺部算是胸腔的部分 我們看腹腔的部分 那胸腔跟腹腔的交界就是 因為叫做橫隔的構造 好 所以你看喔 這邊有條粉紅色的就是所謂的石道 石道 那石道會連到胃 所以 胃呢 它的長相就是這樣的 一個帶子 一個彎曲的帶子 然後這上面就是接石道 下面就是接小腸 好 其實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放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肝 那肝的後面有看到綠色的帶子 這是什麼呢? 膽囊 所以 膽囊就在 肝跟膽是什麼樣子 相連 我們是成語用得很好 肝膽相罩 對不對 好 那麼呢 再來看到這邊有個這個地方 好像有很多禮物片 這個東西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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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腸 這個地方就是胃腸 胃腸在肝的後面 胃腸 在比較內側 那這邊呢 這邊你看 我把這個小腸拿下來 這個 你看這邊有個C字形的管 就是什麼 蛇子腸 那它就會連到這個小腸 小腸 那 小腸呢 再跟大腸相連 然後最後呢 從這個 肛門排出來 好 對 直腸 我先把它放進去 好 所以這就是整個 齁 器官的相對位置 可以嗎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介紹一下這幾個器官的功能 好 呃 這個 幫我看一下 這樣 有沒有可以去 好 那我們剛剛說過胃的功能是什麼呢 消化 第一個是胃 胃的功能它會分泌什麼呢 生命 胃酸對不對 胃酸有什麼成分 欸 胃液有什麼成分 你看說胃液 胃液有一種東西叫做胃酸 一個叫做酵素 對不對 胃液呢 包含了 那個 胃酸 還有酵素 那種酵素叫做蛋白酶 因為它可以怎麼樣呢 分解誰 蛋白質 那因為胃很酸 胃的pH值大概是2左右 就是很酸 越酸的話數字越小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你要記得的話 那pH值呢 可能是1 2 3 很吸很吸 大概是接近 假設是2左右 就是強酸就對了 強酸 好 那這是我們的胃液 胃液 那胃液的功能是分解誰 它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是可以殺菌 你吃的東西 通常會有細菌對不對 還可以分解蛋白質 所以你吃的肉 很大一份就在你的胃分解 好 那第二個呢 接下來接到的習慣就是小腸對不對 那小腸很複雜對不對 好 小腸的話呢 我們先看一下齁 首先 先看肝好了齁 肝會做什麼事呢 肝呢 它會分泌什麼 對 它會分泌 膽汁 膽汁是由肝臟所製造的 那膽汁在送到哪裡去儲存呢 小腸對不對 好 所以膽汁在送到這個 儲存呢 是小腸 是膽囊 不存是膽囊 好 那膽囊就是它這樣就是 純磅對不對 然後這些 這些膽汁等到它要使用的時候 它就會從膽囊排到哪裡去呢 排到小腸去 所以最後排到的是 排入小腸 就可以做藥 好 那這邊的主角就是這個膽汁 膽汁的功能是做什麼用的 我們說它的功能叫做乳化知識 它的功能叫做 膽汁能夠乳化知識 它什麼叫乳化知識呢 欸 我們知道洗手的時候 如果你手很油 你用水沖也沖不掉對不對 我們通過一個東西叫肥皂對不對 你把肥皂沖一沖之後呢 這時候手上會形成什麼顏色 白色的泡泡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水一沖 油就怎麼樣 洗掉 欸為什麼 本來水不能洗掉油 那為什麼後來可以洗掉油呢 因為膽汁的功能很像肥皂一樣 因為膽汁的功能很像肥皂一樣 很像你手上的香皂 所以當你洗一洗的時候 它可以幫油跟水怎麼樣 互融在一起 這個我們如果用一個圖來表示的話 就是這個是一個油滴 這是一個很大的油 那你洗不掉 因為它跟水不互了 可是呢 這個膽汁它很像肥皂一樣 它會附著在這個油的上面 它附著在油上面 它附著在油上面 那它的構造很像那個細胞的一樣 它是一端清水端 一端什麼樣 清油端 它會把這個油包起來 那這個遠遠的地方可以溶於水 所以你水沖是怎麼樣 就會被吸起來 所以呢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這個油滴就會分解成 但沒有分解 只是說打散成比較小的什麼 小油滴 這個油就變小滴了 然後呢 它被這個膽汁包覆起來 好 它就變成小油滴 所以這個油大變小的過程 就叫做乳化 好 因為分 分 分布在水中看起來就像白色一樣 就變成 就是因為光的那個散色的過程 所以 可是有人把膽就給你 喔膽沒有捐啦 膽不能捐 對 不是膽就給你捐 好 所以呢它從大油滴變成什麼呢 小油滴 變成小油滴 本來很大很難分解 那變小之後就可以比較容易分解 好 所以呢膽汁的功能就是乳化枝子 那請問這個有沒有真正的被分解 其實沒有被分解 它只是被打散而已 所以呢 它只是一種物理化學的現象 並沒有分解 所以呢 這個乳化枝子呢 它其實 這個膽汁怎麼樣 但是它怎麼樣 不含小數 所以它只有打散油滴 並沒有分解油滴 喔 不含小數你知道嗎 好 那請問 因為這個主角是油對不對 那到底油怎麼被分解呢 好 油要透過誰來分解呢 就是胰臟 好 所以呢 這個是肝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胰臟的功能 這個幫我看一下 好 胰臟的部分呢 胰臟剛好就可以來接手喔 胰臟是會分泌什麼葉呢 胰葉 對 胰葉 好 胰葉 好 胰葉可以分解哪些東西呢 糖類 可以分解 糖類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澱粉類的東西 還可以分解誰 蛋白質 蛋白質 最後一個是可以分解誰呢 脂質 脂質 對 它是所有消化葉中 唯一可以分解脂質的 所以呢 你要找 你要找分解脂質 要找誰呢 找媽媽的姊姊的丈夫 叫做 胰臟 胰臟呢 可以幫你分解脂質 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呢 先乳化再怎麼樣 再分解 好 所以呢 它有這個分解的酵素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肝臟呢 會分泌膽汁到膽囊出唇 那等它用的時候 它會跟誰混在一起呢 一夜 混在一起 就送到哪裡去 小腸 小腸 那同學注意喔 在我們的小腸裡面 所有的酵素 都是碱性的 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 胃是酸對不對 可是接下來 他們要換不同的分解方式 就感覺怎麼了 好 碱性 所以這邊都是碱性的 他喜歡碱性的 那什麼叫碱性呢 碱性的話就是 它的pH值要大於什麼 7 碱性呢 是pH值 大於7 可能是8或9 8到9值的一間 你知道嗎 是比較偏碱性的 跟肥皂一樣 所以呢 這個成語叫做 肝膽 香皂 你可以這樣起 肝臟會分泌膽 膽脂的功能跟什麼一樣 跟香皂一樣 可以化脂質 好 促進它那個 水 油跟水的負容 好 那最後呢 小腸也可以分泌出什麼 什麼液 腸液 對小腸 小腸分泌的叫腸液 那腸液有沒有酵素呢 有齁 腸液的酵素只有兩種 分解 好 它能不能分解 糖類跟什麼 跟蛋白質 OK 所以呢 食物到了小腸之後幾乎怎麼樣 幾乎完全被分解掉對不對 分解完就怎麼樣 就把它拉出來吧 再來如果是 就要吸收 對不對 好 先幫我切一下 好 所以 接下來就要